韩国孔子文化中心 韩国孔子文化中心 总裁朴洪英 在韩外国人政策开发 研究院院长郭宰硕 韩中三江论坛 代表张经律 事务总长金融币 在韩文人协会监视李景时 顾问刘英兰 和前沿边电视台主持人金桂玉 参加了当天的合作协议签订仪式 仪式上 朴洪英总裁首先发言 他表示今年是韩国孔子学堂 成立的第五个年头 中韩两国有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 希望今后能与韩中三江论坛 一同为中韩儒家文化发展交流 作出贡献 接着张经律代表 郭宰硕院长也先后发言表示 政治中韩建交三十周年之际 双方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郭宰硕院长 后进行了友好合作协议签字缓解 签字仪式结束后 韩中三江论坛向韩国孔子文化中心 赠送了韩中建交三十周年特别期刊 移居与融合 朴洪英总裁向郭宰硕院长赠送了 边走边看韩国乡校一书 随后 一行人在朴洪英总裁的带领下参观了 韩国孔子文化中心博物馆 朴氏大宗卿会中国总本部 和五层室外高尔夫练习场 doors外来 暗门 年纪 你们 200